今天与大家介绍的是一对法国高级喇叭品牌TRIANGLE 最新推出为庆祝厂方成立40周年 旗舰Magellan 密哲伦系列中最小的二路书架型号DIRECTO 不要想着它是旗舰就必须要10万8万因为法国製造 也不要想着喇叭是二路不够质素 更不要想着它是一对法国的音响品牌就一定是炸不起肩盲声 又或者是很恶推等等 今集我会和大家一起实试这一对很不法国 但又很全面的高级二路书架 看看它究竟是什么声音 哈喽大家好我是国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和大家实试的产品是来自法国 Triangle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顶班的书架DIRECTO 正式介绍之前再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影音器材产品测试 影音教学和市场最新资讯 记得免费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 的YouTube Channel 你的赞好、留言和订阅会帮我们把影片推送给更多人看 话说是书架 但这对喇叭相当重磅相当重料 还充满电力 看看开箱你就明白了 这对喇叭相当重 真的很重 扣进来也很重 法国制造 它里面是有另一个箱子的 是一套钉子很精致 一个说明书、Warranty 我这个不开了 好,顺利的 虽然面罩多数都不用 也挺漂亮的,挺实际的 好 挺漂亮的 有漸变色 它不是灯光,是颜色漸变 哇 哇 静电 不用了吧 哇 还有? 开开完 今次介绍法国triangle的喇叭旗舰系列 Magellan 最小的书架Dietro 其实这对喇叭之前也有出过型号 今次是40周年特别版 也有很多地方都做出改良 首先非常漂亮的造工 13层焗漆充满立体感的木皮 有三只颜色 今次我是试这颜色 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喇叭的主力 就是这个全新尾合金震膜的号角高音 单元编号是TZ2900PM-MG 这个尾合金震膜反映相当快速 再加上特别设计的上位塞 令高音单元的频率响应更善性 尼族表现更出色 单元后面亦加上Counter Cap 可以吸收单元运作时后面产生的有害反射声 经由CNC 电脑窝床精制的导波器 即是好角 可以令高频拥有广阔扩散角度之外 亦有很理想的指向性 至于直径6.5吋 单元偏套T16GM-MT10-GC1-V2 的中低音 用止震膜 它们够轻较 再配合上全新设计的Progression悬挂系统 令到单元在强大音压运作之下 都可以保持低失真表现 配合上全新设计的LHS-II 的散热系统 在单元柱铝框架后面 再加上大型全铝制的冷却盖 帮整个磁铁系统加速散热 提升单元效能 再加上面板的低音反射孔 令到整个喇叭单元低频可以达到38Hz 分音方面亦用了很多好处 分别是与法国SCR Audio 合作开发的MKP 电容 大尺寸的空心电感 喇叭内接线亦与Audio Quest 合作开发 喇叭双体方面用口3cm 高密度纤维版制作而成 单元面板旁边亦有弧度 减少双身扰射 亦减少双内注波 令喇叭更隐形 双声更少 看看其他规则,灵敏度是88dB 频率响应是38Hz-30kHz 压定左矿是8Ω 最低是4.6Ω 重量是37磅一只 尺寸大家可以看到 纱纱的、高高的、深深的 老实,加上原厂脚架相当漂亮 我们试这款喇叭后面只有Binding Post 是一个BiWire 设计 整份Binding Post 安装在一块11mm厚的铝板上 重型喇叭插 道体是用纯铜再度金 非常高的 还有一件事大家有没有留意呢? 没错了,这对喇叭 全球限量是500对 这对喇叭是一对比较大的耳路书架 所以它的能量感也很强 我相信对功率也有要求 所以我选择了英国V架的Osiris 也说是七万多百万的旗舰合并式抗坑机 推荐这对喇叭应该是对的 串流解码sauce就是DCS的Linar Deck 加上Linar Master Clock 就做sauce 现在就先试试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这对声音器比我想象中容易移动 只看SPEC 88dB 压定左矿是 8 噶 最低也只是 4 噶 可以想象到抗音机的左矿抖摆很稳定 在配音方面应该相对较容易 虽然有品牌到样子 不认为它有铅定喇叭的特性 但实际上听起来 的确有放大镜的分析力 好了, 优点就说了,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想听多些音色的话, 要留意夹配器材 要有些味精, 有些调味才搅拌均匀 夹一些胆肌, 可能也有惊喜 还有一个不足, 新开箱 直到要煲三天多 还要用煲机TRACK 才可以开启第一层声 现在我认为它还没煲完 离收成正果还有一段路 这对喇叭究竟是适合什么人? 适合想炸的, 大声少少也不会乱 拥有现代一线喇叭的分析力 要幼小之余, 耗角要够迷身 低频亦够够亮, 速度跟得上高音 兼顾音乐之余, 亦可完全应付体气需求 又要样子漂亮入屋, 不要黑黑黑成一块木 如果你是这些发烧友, 绝对需要听听这对喇叭 并且看看这些喇叭的实物 实试到这里了, 有兴趣听听的朋友 记得去本篇说明栏里有试听地点和卖多少钱 今天和大家实试法国Triangle Magellan 40周年Duetto旗舰纪 纪念版的书架喇叭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 请点赞 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就是有新片出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说起法国喇叭 最近前后试了两对, 差不多价位 今天这对不是很法国的法国喇叭 另外还有一对是很死法国的法国喇叭 有兴趣的朋友就要留意我们最近推出的新片 下次再跟大家介绍我不同类型的 有质素的书架喇叭 下次再见, 拜拜!